伊朗周日表示,欧洲无法批评伊朗的军事能力,并呼吁欧洲领导人不顾美国的制裁,使与伊朗的贸易关系正常化。 否则将面临后果,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,并重新实施前面制裁。 特朗普谴责他的前任奥巴马签署的这项协议,因为该协议没有永久性,也没有涵盖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,获其在中东冲突中的作用。 这项协议的西欧签署国、法国、英国和德国与美国在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展和区域活动方面,有助同样的担忧。 然而,他们为核协议辩护,是限制伊朗油浓缩的最佳方式。 这是一种潜在的核武器通道,也是未来就更广泛的安全和其他长期争端进行谈判的基础。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,欧洲人无法批评伊朗在核协议之外的问题。 欧洲人和核协议的其他签署者,应该使与伊朗的经济关系正常化。 我们将停止承诺,或将根据他们的措施采取行动。 上个月,伊朗缺减了2015年协议下的一些承诺,并警告说, 如果欧洲未能保护伊朗,免受美国制裁,伊朗将在60天内恢复浓缩油,其程度将高于协议允许的程度。 美国制裁旨在削弱伊朗,依赖石油的经济。 德国外交部长马阿斯,将于本周访问伊朗,探讨保留着一日渐磨损的和不扩散条约的各种选择。 伊朗议会议长拉里贾尼星期天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,上周在与特朗普的会议上说, 他们在伊朗问题上有著相同的目标。 马克龙表示,法国希望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。 伊朗对此回应道,法国总统最近在与特朗普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是可耻和无能的。 马克龙的评论与他在会议和电话上,对我们总统所说的不服,伊朗坚持其核活动完全是和平的, 并一再拒绝讨论其导弹计划。 德黑兰周日公布了一个新的国产防空系统,能够同时追踪六个目标,包括战斗机、轰炸机和无人机,并用导弹摧毁他们。 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,在该系统的揭幕仪式上说, 伊朗将增强其军事能力,以保护其国家安全和利益,并且不会要求任何人就此事给予许可。 伊朗坚持其军事能力,并且不能够有关系统的揭幕。